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羽毛球的比赛才会变得非常的精彩 引人入胜 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一种战术 拉开突击 拉开突击 也就顾名思义 就是拉开对方的位置以后 寻找机会 下压突击 来寻求得分的手段 好 下面请看示范 拉开突击是只用高球 吊球来拉开对手 当对手不能及时回到场地中间或失去重心时 抓对手的弱点和空当进行有效的突击 调往前 打直线高远球 再用斜线平高球拉开对方 最后 杀小斜线得分 第二种 就是下压抢碗 也就是说 通过对方发高球以后 马上争取下压 下压的目的不是马上争取得分 而是通过下压以后 争取往前的主动 来争取下一派的主动进攻 下压抢网是以杀掉进攻为主 迫使对方在被动的情况下 把球回到往前 然后快速上往 用搓 推 勾 扑等技术手段 迎取主动 杀球 上网搓短球 杀球后 上网勾对角 压抢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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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过压对方的两底线 造成对方往前出现漏洞 来控制往前 采取主动 压抢铲 压抢铲 压抢铲是指重复使用平高球压住对手的两底线 使对手回球不到位或回球质量不高时 把球攻到对手的空当 接发球回对方正手底线高远球 再用平高球连续压对方反手底线 最后 杀直线得分 压反手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战术 也就是说压对方的头顶区 可以通过调动对方的位置 比如说先调动对方上网 暴露对方的后场的空单以后 通过抓对方的头顶区 迫使对方出反手 这样子通过对方回球不到位 争取下一派的主动进攻 发往前平球 挑球到对方反手后场 杀对方正守卫得分 发球抢攻 这也是一种很常用的战术 当自己在打比赛过程当中遇到不顺了 或者说对方的分数一直往上走 这时候用发球抢攻来打乱对方的战术和步骤 发球抢攻可以通过发往前 发追身球或者发平球来不同的角度 来促使对方 造成对方出球质量不高 而破坏对方的这个节奏 发球抢攻 是指以发球创造进攻的机会 通常是以发往前球和平球相结合 创造第三派的主动进攻机会 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球的质量 特别要注意判断对方的来球 争取第三派的主动 这样才能有最佳的效果 发往前平球 杀对方正守空当得分 发平球 杀对方反守空当得分 发平球 发平球 杀中路也是一种战术 也就是说通过拉开对方的四个点 趁对方反备不足的情况下 攻他的中路 也就是说追身球 杀中路 先拉开对方寻找时机 突然杀追身球打击对方 接发球 用高远球 压对方正守背 再用高远球 压住对方反守背 最后杀中路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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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发球 用高远球压对方正手位 搓短球到对方正手往前 杀追身球得分 también alerts ul ik s res 飞